Leo聊四季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的超險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趣的文明喔 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時代是在 欸 怎麼說呢 團戰來說很強 單挑來說的話就其實喔 沒有這麼誇張 通常都要撐到大後期喔 才可以解決一點點 不然就送城堡時代的奴賓喔 加上城堡可以化學 研發化學的優勢喔 卻打出一波優勢來 那我覺得波西米亞單挑來說 其實也沒到非常弱 但是用起來就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就很難打出他的特色來 但是以現在常見兵的Meta 感覺越來越發達了 有很多開始1500分的玩家也開始使用了 那Viper他也示範過很多次喔 常見兵開局其實是可惜的 那在波西米亞遇到常見兵開局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城堡時代轉火槍 可能會讓波西米亞的勝率 稍微往上一點點 倒也說不定 那我覺得波西米亞在單挑來說的話 還是要等到城堡時代 這個點下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讓村民可以吃到修道院的科技喔 這個跑速跟血量 讓他在城堡時代有一點優勢 會比較好一點 那風靈時代應該是波西米亞最弱的時候 然後到帝王時代之後還要存一點資源喔 去點柳戰砲 才能不要打出一些優勢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MBL選擇的文明 MBL的文明是朝鮮人喔 朝鮮人的挖石速度是最快的 這個石頭一直挖一直爽 但是他的劍塔在帝王時代之前喔 沒有特殊能力喔 所以玩起來會比較難玩一點 因為他前期是需要大量出工兵來去抵擋對手的 因為他本身這個軍事單位有木材減免效果 所以走工兵路線可能是最適合他的 那蒙古人 不是蒙古人 朝鮮人的話也可以打這個馬戰車 馬戰車的話這個也是蠻好用的 但是他就是需要蓋城堡 然後也是需要大量木頭 才可以 好 才可以讓他這個 這個馬戰車數量蓄得起來 過來他的馬戰車數量移不起來 很容易被對方的生女友一直招 或是被對方的戰矛一直丟 會會有點痛苦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朝鮮人MBL前期會怎麼打吧 那目前這一局看起來 如果Porsimia走榴彈炮 那朝鮮人的 這個投石車金罐 可能就會沒什麼用處 好 但是如果他正打榴彈炮的話 就可以考慮打這個塔工 這個議程技術 亮望塔跟防務劍塔 還有這個大型劍塔 都是射程加2的這個能力 總而言之就是讓劍塔加2射程 那大型劍塔射程我記得可以到13吧 Porsimia榴彈炮是12加1 加這個工程器工程師的科技 所以也是13射程 所以如果他榴彈炮敢打這個大型劍塔 那他就會被大型劍塔給反擊回去 這是一個不錯的反制手段 那朝鮮人除此之外 也可以打一些垃圾兵啊 像是肉碼之類的 雖然他肉碼沒有很強 但是他還有大肉碼升級 雖然沒有品種跟三級法 後期可以打戰矛配垃圾兵 或是直接轉頭車 以後期朝鮮人的選擇還是蠻多的 雖然步兵線廢了一點 還有這個騎士 沒三攻沒三防 但是大肉碼用起來還是堪用 在必要時刻去用這個大肉碼 還是有蠻不錯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前方的這波打鬥 這波打鬥看起來 毛兵可以做到蠻多事情的 對方毛兵都是出毛兵 只要自己出毛兵 就可以看到這邊的兵了 公兵就先打對方的刺猴 OK 有做到這個細節 刺猴一定要先打 然後基本上對方刺猴沒血 就沒辦法輸出了 就可以很容易的壓制回去 然後自己的線在這邊搭配 以毛兵居多的話 就可以解決掉所有的單位了 公兵可以優先去嘗試打掉這個長相兵 但是對手Viper也是很犀利的 打掉了這些弓兵 NBL這邊現在有刺猴上的優勢 直接拿刺猴開砍 但是聰明過來要補傷害 直接拉走 Viper這邊也是決定守在這個高地上 NBL也守高地 兩邊都是高地防守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正面圍架的一個選擇 這個圍法有點像是電腦的AI圍法 全部把房子圍在正前方 非常流去 這邊還是有高地優勢的 Viper可能不能硬打 這邊想要收掉殘血了 但堵掉了 細節細節 Viper都常常這樣子 做一個細節操作 把這個大量兵往回拉 剩一隻兵往回頭 我打這個殘血的單位 昨天沒有商片原因是因為 我排成好影片之後 我就出門去幫我 我清過這個母親姐 結果一出門到晚上回來才發現 影片沒有排出去啊 設定好了就按最後一步 發送出去好像沒按到這樣子 他一直在跑 好像卡住 好 這邊伺候直接上來 砍個一波村民過來幫忙 但是這邊要優先收掉對方的弩工兵 但是毛病數量已經不足了 哇 Viper這邊輸爆啊 很難得喔 看到Viper會輸這麼多 但這邊村民要把這個工兵殘血收掉 但是自己要死兩村了 哇 Viper這邊早期死兩村有點虧啊 村民處稍微被拉開了一點點 32村對上35村 但這邊畢竟是點輪軸的關係喔 所以反正村民處稍微少了一點 但這邊死傷有點慘重 Viper這邊還能再繼續打嗎 欸誰要投了呢 應該不可能投 以Viper這個技術 這個感覺有點太硬要啦 一直打村民去打 哇 Viper的村民也是戰鬥單位 就是這樣子嗎 這邊MBL打個一波前線的交戰 看起來是拿到一些甜頭 那我覺得他這邊喔 不用再過太激進了 在中間這邊手下敵人的路線就好了 這邊可以趕快存點資源 上城堡時代 好 繼續講 反正就是去關母親節回來 才發現這個排程沒有出去了 所以在凌晨才發片啦 所以今天沒意外的話 可能會發三部影片 早上大概七八點 九點的時候發了一片 十一點發了一片 那這部影片應該也是下午左右的時候會發 那這個影片也是 早上起來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影片沒有用好 會帶來補上 那最近生活上也是 蠻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沒辦法很專心的拍片 真的覺得我辭職之後 反正工作量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事情要我去做 所以沒有辦法 一直很專心的去拍片 有點可惜 那沒有關係 那之後應該還是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來專心拍想要做的影片 好 那Pushmear Viper這邊也沒有打算 要出太多兵了 這邊就是毛兵先按一些出來 專設建廠 那開始大家存一點資源 上城堡時代 NBL則是早就點下城堡時代 那以及農田也補了 該補的都有補了 那這邊上城堡時代 欸 一百石頭賣掉了 哇 這也是賣時尚的 有可能 上城堡時代不會先開農 我剛剛還以為他點這個 挖石技術 就很像是要打卡工了 結果不是 這邊單位看到Pushmear的兵 按了這麼多 Pushmear有點被釣魚的感覺 因為Pushmear不知道對方到底有多少兵喔 所以一定要按多一點兵喔 去 防守 這個是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的關係喔 所以Pushmear並不知道對手的兵到底有多少 所以就按了這麼多 才發現 幹 原來MBL早就點城堡了 我還在這邊出兵 殊不知MBL家裡也是一堆喔 工兵 那這裡稍微補充一個細節 就是你要點城堡時代之後 就不要再去按毛兵了 除非對方的毛兵真的很多喔 那你再去補下 這個毛兵的生產 因為你一定要上城堡時代喔 有一大堆的工兵去升為奴兵去壓制對手 二級射加奴兵 會有很大的這個殺傷力喔 那這邊 直接點二級目 沒有點奴兵 尷尬了 這個怪怪的欸 這邊還先又先開TC 哇第一時間沒有想要反擊 他可能想要騙Viper 自己是先下奴兵的人 然後對手就會先退了 然後輸出自己沒有先下奴兵升級 先偷個經濟 先把經濟搞好 哇NBL跟我想的不太一樣啦 之前的他 他就是會優先升奴兵二級射 呃 可能也是因為有時代上的優勢吧 他覺得自己領先很多 所以並沒有 先下這個奴兵升級 因為看到Viper的兵量 跟前面死這麼多村喔 那可能NBL也有 猜到對手的兵其實 其實是硬暗出來的 有點傷到經濟了 上城堡時代會晚一點 NBL應該是有 揣摩到這個對手的經濟狀況 好 那確實NBL這一波 研判非常正確 這個時間才補下奴兵 那這邊直接一個萬里長城房子 直接是AI4違法 把自己家正面圍住了 那平常的Viper 他是不會圍得這麼死的 他直接全部圍死了 有可能是因為自己非常落後 他自己知道 所以應該要圍死 那不然其實以前的Viper 他是不太喜歡圍家的 那他之前不圍家的理由 是覺得自己圍家會這個 拖到經濟喔 或是可以訓練自己的反應喔 所以才不圍家的 高手們都是這樣訓練自己 那目前Viper這樣圍死 就代表NBL給足夠的壓力喔 好 這邊經濟農上去 先造個投石車 來砸弓兵跟戰毛兵 待會要先點這個彈道取 OK先點了 然後待會再下一個修道院 就差不多 或是直接先再開一個TC 再下修道院 也是適合的 因為他現在村民有點落後 先補這個 修道院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TC開得更晚一點 好 但是這邊有點缺木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一下農田 好這裡買100肉 要不要點2級農 不點2級農 買100肉 但是不點2級農 點村民嗎 前線BK 後面這個毛病 繼續再追奴兵 好這邊是決定要來開TC 哎呀 太特別了 Pipe 好那這邊修道院會比較晚下 他可能覺得對方只有一隻騎士 所以這個奴兵 這個修道院可能不用那麼早下 先開經濟起來 待會再下修道院減生物 好那目前草寫人 現在這邊投石車壓力給的非常大 那他這個木材減免 投石車是吃不到的 稍微有點可惜 不然他就可以像這個達羅皮圖 跟賽特人一樣 有這個 直層 投石車的優勢 好那這邊趕快補下宗教狂樂 哇你還是下修道院了 我想要PoSimi 不第一時間去下修道院點宗教狂樂 讓村民的移動速度增加 其實會蠻傷的 而且剛剛下修道院 還可以去遭對方騎士 因為這個搭配組合 對騎士的抵抗能力是比較差的 好這邊拉一村來修 想要把這個村民給射死 但對方投射壓力就去過來 先撤退一下 好 好遠修道院蓋在這裡 原來早就蓋了 在我講的時候他就已經蓋了 好這邊高地直接掌握一包 但是這邊高打地直接換掉 哇這邊殘血的能收掉嗎 還是收不掉 MBL這邊極限把投石車的血量又再度拉了回來 騎士繼續輸出 這邊終於點掉了修投石車的村民了 這隻工兵射後不理 我也不回的走了 哇這個細節秀好秀嘛 但MBL這邊優勢還是非常巨大的 輪流技術有了 而且3TC看喔 第4個TC也補下66村 控制車繼續給壓力 這邊不繼續 唉唷這邊換掉一台 不繼續出兵的話 太專心的話可能會出事喔 還是要稍微出點兵防守 這裡要不然按隻生旅來照一下騎士呢 喔這邊直接一個高地劍塔 好OK那我們剛剛前期有講到 朝鮮有這個免費升級劍塔的效果 但是他劍塔並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就是數值跟一般的劍塔一樣 到這個銀罐技術點下一層 才會讓這個劍塔射成變原 喔這個怎樣 又要來全境封鎖了嗎 我們頻道初期的時候 就有拍過一片 MBL這個30根劍塔全境封鎖對手的影片 沒想到他四格快要一年要再拿出來使用了 這招也算是MBL拿手好戲吧 印象中他這招是蠻強的 而且都是韓國 我覺得他玩韓國還蠻喜歡用這招的 但沒有那麼常看到他玩韓國 沒想到四格一年再一次使用這招 而且還是對上viper 那有可能他這招是不常使用 是因為想要在比賽中偷偷拿出來用 我在想是不是有這可能 因為這招其實蠻屌的 對韓國來說這個打法是很猛的 好這個劍塔直接升叉 修到院也要被砸爛 但是神聖思想好了 聰明也可以吃到神聖思想的buff OK 點下化學 讓弓兵攻擊力再上升一點 或是可以轉出一點火槍 但現在轉火槍的機是沒有用的喔 對方弓兵劍塔這麼多 轉火槍是0CP值 基本上是不會去做龍傻事的 好化學1號 戰毛兵直接變成3加3喔 非常高 弩兵7 然後這邊變成弩兵8攻喔 哇直接多對方1給我們傷害 對波西米亞的弩兵在城堡實在 打騎士也是非常痛的 好家裡開始逐城戰法 到處插箭塔防守 OK 那這樣子就很難燒得到經濟了 這根箭塔蓋得有點久 投石車來 想快收村 OK 反擊 先射投石車 能射掉嗎 抖動一下 喔有 抖動投車 有有有有有秀到 vip這個很秀 好 那這裡沒有再繼續深插進去喔 這邊有台投石車守著 除了他敢插進來 投車直接拍下去 把他拍到頭破血了 好 這邊直接插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位置其實還不錯 可以守住墓區 還可以守到這個附近的位置喔 讓vip可以在密閒營穴的時候 補充黃金 後方會配黃金也可以挖 好 那這時候點一下地龍時代 vip並沒有出太多兵 只用少量的兵去進攻 騷擾 然後自己就撤退回家 這個我已經撤退了 然後點下地龍時代 卡拉斯趕快出這個火炮 根據一頭時機喔 來拆除 家裡門外的這個違劍 防御劍塔 違劍 好 招兵直接投個一發 兩發 三發 全部殘血 跑掉 再走一下 再走一下 OK 再秀一下 B陣一下 這邊要不要收下 哎呀 這邊找到沒有死 TC好 頭車可以稍微輸出一下 看要不要直接 單台開拆TC MBL劍塔持續建築中 全境封鎖 好 這邊城堡蓋好之後 這個金礦也是不能挖 這根劍塔要先拆掉才可以挖 好 地龍時代快要好了 還有40秒 MBL繼續給viper更大的壓力 直接點下地龍時代 那家裡4TC卡農村民處 其實滿領先viper的 viper這邊第4個TC 開得比較慢一點 外面領先大概還有20村 還是蠻多的 好 這邊補下輪 手可以充 哇 Viper這邊經濟都是有顧好的 但這邊二級龍沒有點 有點可惜 好 這邊直接補下了地龍時代之後 馬上點下這個強力護腕 跟增兵技術 這邊看起來是要先走一個 毛兵加弓兵的路線 強盟可能會補 好 火炮也開始在出了 城堡我剛在這個後方高地 可以鎖住這邊直接跑進來的騎兵 但這邊感覺快要守不住了 這個TC看來是要倒 好 直接棄手 好 朝鮮 MBL也點下了一層技術 這個技術點完之後 射程應該會變成 14射程 然後再點下3級射 再補射程15射程 哇 十接屌虐 九彈炮 九彈炮 九彈炮手很短喔 十二而已 這多少 十二射程 十二打十二 但這根劍塔沒有看到火炮 沒有在打火炮 好 這個劍 劍曹俠也要趕快去點下 可以增加這個 劍俠草才對 點下這個之後 地龍時代趕快點 就可以增加這個 層樓 跟這個劍塔的殺傷力 我覺得是可以射出更多箭矢吧 馬上就點劍俠草 他是升攻擊力嗎 不是增加劍矢數量 還是增加劍矢數量是日本的特有科技 其他文明其實是沒有的 看一下 好 真的是增加攻擊力耶 八加五 那那那那那 看起來是我 我虧錯意了 哈哈 我一直以為那個是 增加劍矢數量 我知道日本也有 但日本 我以為日本是 再額外可以再 double一次 再上去的意思 我沒想到 日本是一個科技 就可以增加這麼多 好 那增加一下 大型劍塔的攻擊力之後 變成八加六 十四共傷害 射程八加五 十三射程 可以跟這個火炮附射 好 這邊 繼續 退守 在第二項 但是大型劍塔也是沒忘記補下 好 這邊繼續補 這邊基本上有高低的地方 就有韓國的劍塔 這邊可以稍微圍一下 好 這邊想要 控金 但是被BIPER反擊回去了 好 那現在BIPER看到外面 一出去都是大型劍塔 很困擾 自己的弓兵在後面 也不知道該不該撤 好 騎士看到後面有一頭兵 直接過來反抓 好 三攻 三級射 加上化學的 奴 戰寶兵 還是打騎士有點傷害 因為MBL的騎士是沒有這個 血統 這個品種科技 跟防禦力 只有1反 好 所以應該可以把騎士收完 上到高地反打 唉唷很痛 喔 還可以收一些奴兵 其實很賺 哇 這該不會可以開到55開吧 OK 更多毛兵過來 哇 這個已經賺爛了 收掉這麼多的奴兵 已經不虧了 哇 收掉這麼多騎士加奴兵 真的有點賺 好 本來這邊想要蓋一個高地堡 但是看到MBL直接全進封鎖 這邊城堡看來是要取笑 看要不要蓋這個位置 直接插爛這兩根箭塔 好 這邊工兵沒有空好 直接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被射爛了 好 朝鮮這邊點一下工程工程師 要來出火炮 好 那不是出頭子車 雖然出頭子車也是很舒服 但我們有說過 這個情況下不能出頭子車 因為對方有滷個彈炮 打起來是會有點危險的 唉唷 這邊直接砸到一堆戰毛兵 還砸到一台火炮 MBL這邊手術秀了起來 直接把歪盆秀個滿臉 好下方這邊 直接用戰王兵 扛住這個傷害 想來解決對方村民 阻止對手蓋這個大型箭塔 好 攻擊力變成8加7 不能再多了 攻擊力頂瘋了 15攻的大型箭塔 城堡直接壓了出去 戰毛兵走得出來 但是這一切都被MBL看在眼裡 右邊這邊兩台火炮直接被換掉 BIPER的操作再度壓制回去 這邊可能要再跑了 哇這邊箭塔收藏太多了 這根城堡蓋好之後 這根箭塔應該是可以拔掉 讓火炮在右邊輸出 繼續消耗BIPER的石頭 右邊這邊偷挖石頭被抓到了 BIPER可能要拉幾隻村民 趕快去補一下挖石頭的村民 趕快把這個石頭挖起來 不能再讓MBL繼續挖石頭 好榴彈炮補一下 那補一下之後 就可以很有效的載制對手了 那就要看BIPER大灰榴彈炮怎麼秀 好城堡快要倒 好 再拆一根箭塔 好榴彈炮還有1分30秒 很漫長的時間 好火炮這邊砸了一波 然後躲掉了火炮的傷害 兩台巨頭安心的活了下來 看這MBL繼續使用塔攻攻勢 爭取更多的時間 但BIPER這時候太多兵了 被勾引出去一直在送兵 沒有辦法 沒有按助手模式就會這樣子 兵一直會跑出去 好BIPER這邊拉了幾隻戰寶走出去 就遇到修道院 停了住 不過他可以直接走過來 打這邊的話就很算了 好 家裡越來越多戰毛兵配火炮的壓制 最後到約 不是 這個波西米亞的 榴彈炮 還有10% 這裡火炮直接開炸 應該可以研發好5% 哇靠 直接被炸掉 榴彈炮的科技 完蛋了BIPER BIPER沒有榴彈炮怎麼打呢 哇MBL這個 是預感到了什麼嗎 看到對方沒有榴彈炮 趕快先砸掉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剛好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就把BIPER唯一的 最後希望給抹滅掉了 這時候趕快再轉出 生女的科技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生女的著想距離 哇是不是也沒有研發好 哇看起來是沒有耶 哇BIPER突然一瞬之間 就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完全沒辦法反擊了 這邊既出肉馬也是會被打爆 這邊沒有惡訪 就跟韓國一樣 惡訪跟品種都沒有 只有惡訪 只是沒有惡訪 一直口誤 哇哇哇這個 有點嚇到我了 MBL居然這麼的細啊 直接把工程器製造所給拆了 BIPER這邊突然懵B 欸我的火炮怎麼沒有變身 變成榴彈炮呢 灑住了 這我也傻了 好那就意味著 大型劍塔可以輕輕鬆鬆的跟火炮對射 火炮還砸了一發 殘血收掉 好看起來BIPER希望非常渺茫 雖然下方這邊已經砍出了一條深路來 但家裡上方這裡被控住很傷 主要是這塊石頭 這塊石頭沒有挖掉 讓對方挖走 讓韓國又可以再一次補血 讓他可以繼續打這個塔弓 沒有什麼問題 好這裡補下步兵科技 要來出一些廠商兵防一下 呃呃自己砸自己的村民 呵呵 好BIPER有非常多的輕騎兵衝過來 想要來阻止對手繼續蓋 箭塔 但後方箭塔數量很多 7根大型箭塔直接火力交叉 收掉了這些肉馬 傷害超高的啊 箭塔瘋狂亂射 好下方這邊又來一波 正面的火炮也被收拾掉兩台 3台收掉 其實BIPER這邊反打回去打得蠻漂亮 但這裡兩台均一頭石機也被收掉 MBL的火炮再次的反擊出來 這邊補下了攻擊力的升級 點下擊兵 要給二防點下 那還不錯 朝鮮的擊兵至少還有三防 攻擊力沒有三攻擊力沒有關係 因為你會出擊兵的情況下 一定是對方馬出很多 我這個防護率可以讓擊兵存活久一點 就很有用了 哇這邊火炮直接被砸掉 後方這邊BIPER沒有事 這邊可以繼續拆除 對方的大型箭塔 唉唷直接拆掉了 來不及蓋好 這個箭塔也是嗎 剩下一滴血 回頭一炮 直接先打對方的火炮 但是沒有打到殘血 但自己的火炮直接被戳掉了 OK大的箭塔一炮 火炮也只能往後撤 再回頭再打個一炮 箭塔收掉完美 MIPER這邊操作秀的還是非常細節的 大型箭塔要繼續往前插啊 後方又有更多新奇兵補羅過來 但疾兵也過來 疾兵引過來 MIPER的騎士 不可難受 好這邊剩下了重裝奇兵的升級喔 MIPER看來鐵了心 要用奇兵跟對手決衣實戰 哇對手還是順利的把這根大型箭塔蓋起來了 但是還好這裡的金礦已經挖完了 好打量的重裝騎士衝出來 MIPER直接拿村民來掃箭塔 這邊村民打建築是有外傷害的 所以效果其實還不錯 好 修道院把這個生物搬到後方 讓自己可以繼續跳黃金喔 但VIPER這邊一直沒有轉出自己的榴彈炮 他可能放棄榴彈炮了吧 但我覺得榴彈炮是他唯一的希望 再這樣繼續打下去 感覺優勢不會越來越大 當VIPER停止出 火炮的時候 朝鮮這邊投石車已經會出來了 各種雜爛 但是其實MBL這邊要轉出投石車也不太容易了 重頭加上這個金冠技術 很困難 好 這邊用自己的單位 分明加騎士 順利的把這兩顆劍塔給拔了 那MBL石頭已經見底了 零石頭 這邊VIPER有機會可以逆轉回去嗎 哇 點下大車陣戰術 可以增加這個工程器的移動速度喔 這有點像是弱化版的這個演習 蒙古的演習科技 那這個大車陣技術最特別的地方是火炮吃得到 火槍也吃得到 可以增加火槍移動速度 所以該也不能說蒙古的演習的弱化版吧 正確一點的話應該是 單純的火槍的 火器單位移動速度增加而已 好 這邊再補下重新補下一刷技術 看來還是需要生女的幫忙 騎士思想也點下 好 結果VIPER這邊打出了GG 看來這邊騷擾不成 雖然這邊塗了非常多村民 但是家裡上面已經要準備面臨斷機的可能 而且腹地越來越小 因為大部分都被大型劍塔 給鎖住了自己的腹地喔 對方的兵也一直淹過來 VIPER家裡的東西能鎖東西也不多 木頭也快挖完了 這是他最後一塊木區了 那上方這裡一直被控的情況下 其實VIPER也真的很難打贏 而且還要拆掉這麼多的大型劍塔 VIPER這邊可能覺得自己沒希望 打出了GG 有點可惜喔 這個VIPER 如果榴彈炮有起來的話 說不定這個是有機會反推回去喔 但MBL這邊打的確實也很厲害喔 這個大型劍塔數量實在太多了 全境封鎖國境喔 那如果再做再更狠一點的話 這邊還要再偉大實想 直接阻止對手過來 然後這邊繼續補大型劍塔 繼續升插過去 感覺會更好 但這邊有時候消耗太猛烈了 這裡劍塔投資太多的關係 會導致這一後面喔 後期已經沒有劍塔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蠻意外的 這個MBL玩朝鮮喔 這一招我覺得蠻適合新手的 如果你在1500分打這個戰術 說不定有點奇效 因為大部分的玩家會 新手們喔 對於防禦來說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有些人他不是 不會出兵 只是他希望農上去再出兵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農上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玩朝鮮喔 直接玩這個大型劍塔 到處插 那對手看到大型劍塔通常會撤退喔 沒有帶工程器 那你農上去之後 再轉運撥兵喔 玩這個馬戰車啊 或者是玩這個急兵火胖 投石車啊 去反制一下對手 其實都是蠻有用的一個效果 雖然朝鮮經濟來說 並沒有非常好 但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這個朝鮮算是老文明 但用起來是蠻強勢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部分的話 應該是朝鮮NBL拿下一點優勢 因為他自己都跟了 VIPER的農田 所以肉量上 VIPER算肉質一點點 但朝鮮並沒有輸太多 那這些木頭也贏太多了吧 贏了快1萬了 好那 這邊聖物是三聖物 還優先 領先這個 VIPER的 收到運的聖物 那石頭部分也是已經超多了 畢竟他挖了VIPER的野石喔 所以石頭直接補2000多 非常的賺 經濟方面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輪軸技術補得非常早 NBL是25分點下 VIPER是更早 16分就點了 這個輪軸技術 那手鮮車兩邊都補得差不多 二金龍也是 那感覺出來這場比賽 NBL是蠻注重自己的經濟打法 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要爆兵的 而是要來爆劍塔 那爆劍塔的話 經濟好一點的話 打起來也比較沒什麼壓力喔 畢竟我們之前一直說這個挖石頭就會傷經濟喔 經濟好的話 你這樣插劍塔的話其實就不會 那麼傷到自己的經濟 因為你除了挖石頭傷經濟之外 你派出去的村民喔 也是沒有在產人的 也是要去一直 該劍塔的關係 所以也是零產的 所以很容易喔 就算你村民領先喔 出去插 沒有插到對方的經濟的話 很容易自己就會被逆轉 所以這個NBL 所以可能知道意識到這一點吧 所以就一直顧好自己的經濟喔 所以沒有太落後對手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